大家好,我是娟子 今天用一根山药 加上鸡胸肉来做好吃的 先把山药削去外皮 洗净以后切成小段 鸡胸肉先从中间切开 再切成小块 全部切完都装进小肉鸡里面 打上一个鸡蛋清 增加肉馅的口感 启动按键打成鸡肉泥 一次搅拌得不够细腻的话 可以打上两次 打成像这样黏黏的状态 就可以了 接着加入适量的盐 一勺五香粉 一勺麻辣鲜 一些料酒 一勺蚝油 一大勺的玉米淀粉 朝一个方向 充分的给肉馅搅拌上劲 约搅上七八分钟 看上去有拉丝状 就可以了 准备一个西红柿 对半切开 把根部去掉 再切成片状 最后切成西红柿丁 香菜给它切成小段 都装进盆里备用 起锅烧油 油热以后 倒入葱 姜 蒜 欢炒出香味 再倒入西红柿丁 欢炒出汤汁 炒至变软以后 加入适量的清水 水量也可以根据人口的多少 来丁哦 加入一勺盐 开大火煮开 水开以后 加半勺胡椒粉 一勺的生抽 改成小火 开始下丸子 装一把肉馅 从浮口挤出来 拿勺子挖进锅里 下丸子的过程中 火候不要太大 会把丸子冲散 下完之后 改成大火 煮上三刀四分钟 丸子浮上来以后 淋上搅好的鸡蛋液 这个时候可以尝一下咸蛋 再加入适量的盐 最后放上一把香菜 就可以关火了 咱们的山药丸子汤 就做好了 真的好香啊 丸子加了鸡肉 吃着Q弹有嚼劲 汤也非常的入味 冬天来上一碗 好喝又暖和 喜欢的朋友 关注一下 我们明天见 感谢观看